我们就看第一个跟P级数有关的例子 是判断说 上边学N从1到无限大 N的三次方分之一是收敛还是发散的 那你发现 它长着N的P次方分之一 所以这一看就知道它就是个P级数 那利用P级数检定 我们可以知道说 它是个P级数 而且P就是怎样 等于3 就是看着次命就好 P竟然等于3 就是很显然是比1大的 既然是大于1的话 刚刚P级数是怎么讲的 大于1 收 小于或等于1的时候 原级数是怎样 发 所以我们可以马上知道说 这个P级数就是怎样 收敛 第二小题 如果是上面选N从1到无限大 N的四次方分之五 加上上面选 加上N乘上根号N分之四 请问它收敛发散 那如果两个相加的话 直接看全部 你感觉好像感觉不出来 不过咧 我们在先前级数的一个 运算性质可以知道说 如果个别相加 在取极数的话 如果个别收敛的话 取极数收敛的情况 会等于分开取极数再怎样 做相加的动作 所以我们先来看前者 到底收不收敛 上面选N从1到无限大 N的四次方分之五 常数5可以做提出 所以变成 N的四次方分之一 上面选N从1到无限大 再乘上5倍就好了 很显然 它是个P级数嘛 否则P是等于4的 4既然比1大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它一定是收敛 因为收敛了一个值累 乘上5倍一定会是收敛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前者取极数是收敛 后者勒 上面选N从1到无限大 N乘上更好N分之四 那我们可以写作一个 次命的形态 四可以做提出 因此可以变成 N的二分之三次方 N的P次方分之一 所以也是一个P级数 FOR PEACE等于二分之三 很显然也是大于1的 必收敛 所以两个都是收敛的情况下 所以原始会拆成什么 两个 急速在做什么 相加的动作 由于前者收敛 后者收敛 所以我们最终可以得到说 原始就是这样 就是收敛的 好